老婆,过两天我们儿子就满月了 我一会儿去你娘家接你 我要给儿子办一场满月酒 老公,你是不是搞错了 我过两天就要出月子了 你才想起来接我回家 你爸妈不是去照顾你妹妹坐月子了吗 你为什么要带我回去 你也要上班啊 就算你把我接回家,谁来照顾我 老婆,儿子不是快满月了吗 儿子满月的那天 肯定会有一些亲戚朋友来家里 我爸妈在照顾我妹妹坐月子 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赶回来 只能先接你回来,把房子打扫干净 我儿子满月的那天 我们村里的亲戚都会来吃满月酒 所以我妈就让你提前一天准备二十多桌菜 那天亲戚朋友来的时候 一定要保证他们高高兴兴的吃好喝好 到时候别给我们家丢脸就行了 你和你妈是不是有病 凭什么让我准备二十多桌菜 再说了,我和你妹妹同一天生的孩子 你父母居然打电话给我爸妈 让他们去医院照顾我 当我产后走出手术室时 你的家人都走了 只有我的父母在手术室外等着我 我听我爸妈说 是因为你妹妹快要生了 所以你们一家人就去了你妹妹那里 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医院 难道我在你的心里就没有你妹妹重要吗 真没想到我受了这么大的罪 给你生了个儿子 给你爸妈生了个大孙子 在你们眼里 我一直都是个外人 就连你都狠心丢下我们母子 你还配做丈夫和父亲吗 主要是我父母担心我妹妹 当时我就觉得开车送他们过去会更快一些 也没有想别的 就跟他们去了 别再说了 你妹妹又不是没人照顾 难道她婆婆不会照顾她吗 再说了 我也能理解你妈去照顾小姑子 毕竟那是她的女儿 可是你呢 你是一个丈夫式的父亲 你却去你妹妹那里 把我们母子丢在医院 不管不问 你有脸说你赶时间 你父母不知道怎么打车吗 老婆 别闹了好吗 你不是不知道我妹妹跟她婆婆关系不好 妹夫又不在家 那个老太婆怎么可能会照顾我妹妹呢 我爸妈也是担心这一点 害怕那个老太婆会趁机虐待我妹妹 所以他们就得在我妹妹的孩子出生之前赶到 你说这话真是可笑 你不知道你妹妹是什么德性吗 她被你爸妈宠坏了 她花钱大手大脚 对公公婆婆没有孝心 在婆家就像大小姐一样 什么都不做 所有的家务都是她婆婆包揽的 她上这么好的婆婆 你妹妹竟然不知足 她每天还鸡蛋里面挑骨头 不是嫌弃她婆婆做的饭菜不合口 就是嫌弃她婆婆不给她钱花 你妹妹就是这么不讲理 你父母不但不说她 还护着她 你说哪有这样做父母的 小丽 你给我闭嘴 不要得寸进尺 我打电话给你 不是为了听你说他们的坏话 你现在赶紧收拾东西 我一会去接你 你的脑子被门夹了吗 你妹妹正在坐月子 你的父母在那里伺候她 难道我不是在坐月子吗 你竟然让我回家打扫卫生 还让我做那么多的饭菜 亏你妈想得出来 我不会同意的 老婆这样做 不是为了省钱吗 我妹妹生了一个女儿 我爸妈怕妹妹在婆家被嫌弃 所以就让我们给妹妹 一个十万元的大红包 我算了一下 等咱儿子办满月酒的时候 我们大概能收五万块钱的份子钱 正好我们还有五万存款 加起来正好十万 如果自己在家做的话 还可以省下去酒店的钱 如果去酒店 最差的也得八百块钱左右一桌 还有烟酒饮料 如果这样算的话 我们就没有十万送给我妹妹了 我想问一下 我们儿子先办满月酒 请你告诉我 你妹妹给我们包多少红包呢 我妹妹的孩子晚出生了几个小时 我们儿子满月的时候 她还没有出月子呢 所以她不能来 我妹妹怕你生气 她到不了场 就给包了一个八百八十八元的红包 给了我妈 让我妈回来后交给你 张思聪 看来你病得不轻 同样都是满月酒 你妹妹给了我们八百八十八元的红包 为什么我们要给她十万块钱的红包呢 我看你脑袋被门夹了吧 老婆 你怎么能这样比较呢 我父母想给我妹妹一个十万元的红包 让我妹在婆家有面子 这样她以后才能站稳脚跟 如果你想在我家有面子 也可以让你娘家给你一个十万的红包 这样我爸妈也会高看你一眼 你哪来的脸说这种无耻的话 我告诉你 我不需要你父母高看我 我都舍得给我妹妹十万 难道你爸妈不该表示一下吗 在我看来 你的爸妈根本不愿意给你那么多钱 所以你就在这里等着我呢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有这么多心眼呢 别以为你能骗我向娘家要钱 你就别做白日梦了 既然你铁了心 要给你妹妹十万块钱 既然你家这么有钱 那还省什么酒席钱啊 就算我现在不做月子 我一个人也做不了那么多饭菜 反正你也快出月子了 提前一两天没关系 你做的菜是出了名的美味 我们的亲朋好友 只要吃过你做的菜 都夸你做的饭菜好吃 就连我爸妈对吃的要求那么苛刻的人 都从来没有说过你做的菜不好吃 我已经打听清楚了 找物业租个棚子 在小区里面办酒席 只要给物业几百块 如果要找一条龙做饭 每桌至少要花六百元 如果自己买菜 每桌不会超过三百元 这也是为了你和孩子着想 老婆你想一想 只要你辛苦一下 那就轻轻松松可以省出一个月的工资了 省下的钱你和孩子可以花 你以为做饭很容易吗 做二十桌和做一桌是完全不相同的 有什么不同 不都是做菜吗 我认为你只是在找理由不想做吧 你就是像我妈说的那样 就是想借机提条件 你也太有心机了 我真的没想到你妈这么了解我 我的条件就是不想做饭 我也没有本事做那么多菜 好吧 既然做不到 那么久息的钱就得你娘家出 你爸妈出钱给外孙伴满月久息是应该的 这样你的父母就很有面子了 你真是一响天开 你认为我不能没有你吗 你都三十好几的人了 现在又生了孩子 除了我要你 谁还敢要你 再说了 为了让我们的儿子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你就不能懂点事吗 只要我能离开你的家 即使没有人要我 我也相信我也会很幸福 还有 你能告诉我什么是懂事吗 我认为你首先应该反思一下自己 现在我没有了孩子 但没有自己的家 你的工资卡在你妈手里 我还要照顾孩子 两年之内我就无法工作了 以后家里的开支只能靠你了 你能保证我们家的开支吗 这一点你大可放心 我和我父母已经商量好了 等你做完月子以后 你就可以去上班 每天上班之前 把我们儿子需要吃的奶挤出来 放在冰箱里 孩子饿了 我爸妈就会喂 你们家真是自私自利到了极点 为什么所有的好处都被你们家占了 既然我生孩子的时候 你和你的父母都不愿意照顾我 我看得出来 在你们家 你妹妹比我和儿子重要得多 在你眼里 我们娘俩算什么 既然你家人看不起我和孩子 但你以后和你爸妈和你妹妹去过吧 至于孩子 你放心 我会抚养她长大的 老婆 你这话是要和我离婚吗 我没想到我们对你这么好 你竟然还不满意 我呸 你怎么有脸说你对我好 平良心说 我嫁给你们家两年多了 你的工资给过我一分吗 家里的开支都是我在承担 家务活也都是我一个人在做 你和你的父母 给过我一分钱的生活费吗 帮我做个家务吗 既然你们家里不把我当一家人看待 而是把我当成保姆 那我现在就正式通知你 我不干了 老婆 你可千万别一起用事啊 我们的日子不是过得好好的吗 即使你不为自己着想 你也应该为自己的孩子着想啊 我正是为了孩子才和你离婚的 我就实话告诉你 其实我嫁入你们家没几天就后悔了 你们一家人从来没有把我当成家人看待 一直把我当成外人 你的工资也是让你妈给你保管着 而我上班挣的钱 被你们家算计的已经所剩无几了 我好不容易生了的孩子 你们家人却只关心你妹妹 不关心我的死活 你们的做法已经让我彻底死心了 我妈知道你会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才不让我把工资交给你的 因为我妈有先见之明 你就是一个养不熟的白眼狼 既然你已经嫁入我家 那么你的一切付出都是应该的 自从跟你结婚以来 你一直不愿意交出你娘家给你的那十万嫁妆 你说我们没有把你当成家人 你把我们当成家人了吗 你要明白的一件事是 既然你嫁给了我 那你的所有的一切都应该属于我 你赶快把这十万拿出来 那是我的嫁妆钱啊 我不会给你的 既然你们自己都不把自己当人看 那我也不会再给你们留情面了 如果我儿子在你们这样的家庭长大 那我儿子以后会长歪的 还有 你不用再说话来让我恶心了 就算你不同意离婚 我也会起诉离婚 房子是我父母给我的陪嫁 赶紧收拾你父母和你的东西 给我滚出去 我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你们了 小丽 我给你脸了是吗 我在这儿给你说了半天的好话 你就不能大度一点吗 如果你给我妹妹十万块钱的红包 你这个嫂子得多有面子 亲戚朋友也会对你竖起大拇指 你的格局太小了 竟然还要因为这个和我离婚 你给我等着 这一次我一定会好好地收拾你 别再说了 无论你说什么都没有用 心一旦凉了 无论用什么办法也五不热了 还有 我也不会给你收拾我的机会 我会把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 去起诉离婚 你就等着法院的传票吧 小丽一出月子就起诉老公 由于房子是娘家陪嫁的 张思聪只能把他父母的东西 收拾好送到妹妹家 妹妹也不让他们进家 二话没说就把他们赶了出去 张思聪和他的父母无奈 只好收拾东西回老家了 大儿媳妇 你看看现在都几点了 你为什么不去厨房煮饭炒菜呢 我跟你公公都饿了 你赶紧去厨房做饭 婆婆 我和闺蜜去逛街的时候 已经吃过晚饭了 如果你饿了 就自己去做饭吧 小丽 我倒也想去做饭呀 可现在冰箱里面是一点菜也没有呀 用什么去做呢 顺便问一下 你最近为什么这么频繁地出去吃饭 真是浪费钱 而家里的菜却是一点也不买了呀 儿媳妇 你也太不懂事了 太不懂得勤俭持家了 婆婆 我不在家吃饭 为什么要给你买菜呢 如果你和公公想吃的话 可以去楼下的超市买菜呀 小丽 你这也太没大没小的了 你是怎么和我说话的呢 一点礼貌也没有 对了 以后如果出去吃饭的话 需要提前向我汇报 没有我的同意 你不可以出去吃饭 还有这个月的水电费 物业费 一共是三千块钱 好的 我明天一早去物业处 交一千二百块钱 小丽 你聋了吗 我说的是三千块钱 不是一千二百块 婆婆 我们家有五个人 我们每人平均下来 就是六百块钱 我和我女儿两个人的一起交了 就是一千二百块钱 而且我白天在公司上班 经常不在家 相反你和公公经常在家 水和电肯定是用的最多的 我这样交 难道还不行吗 小丽 这绝对不可能 这个不能平分 因为水电物业费 一直都是你一个人交的 你怎么能要求 我和你公公付钱呢 婆婆 因为我没钱了 我只能交属于 我和我女儿的那部分钱 你和公公的那份钱 就让你的儿子牛仔出吧 小丽 你是名校的研究生毕业 目前又在外企上班 你每个月的工资两万多 你的工资怎么这么快就花光了 你和牛仔结婚的第二天 我就叫你把工资卡交给我 当时你不肯交出 你看现在我帮我儿子攒工资 我还给他存了二十万呢 婆婆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只有二十万 牛仔是他们公司的副总裁 平均月薪至少五万元 结婚三年至少也应该有一百多万了吧 小丽 你也是知道的 牛仔的弟弟是没有上过大学 就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人 而且还生了两个儿子 他的生活是比较困难的 我和你公公每个月也会出一些钱 来善良你弟弟一家 你看你住在城里的大房子里 家里生活这么好 帮助一下你弟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 婆婆 你偶尔帮一下我可以理解 但是你不能这样帮 你也知道 我和牛仔结婚后 他的工资卡就交给你保管 之后 家里所有的日常开销 用的都是我的钱啊 你儿子的钱一分钱都没有花在家里的日常开支上 就连你们两个去看病旅游 走亲访友 你们也总是向我要钱 结婚这么久 我一毛钱都没存 所以我也跟你儿子学 我把我的工资卡交给我妈保管了 而且我妈不会把我的钱给我弟弟 因为我是家里的独生女 这样下来 以后我也能存到钱了 小丽 你怎么可以这样 我们家的钱你不能给外人 赶紧去把你的工资卡拿回家里来 婆婆 她是我的母亲啊 怎么可能是外人呢 所以从现在开始 我们家就平坦家庭开支 我再也不会一个人出钱了 小丽 你怎么可以这样 就算要交出工资卡也得交给我 你怎么能把它交给你妈妈 既然你嫁入了我们家 你的钱就是我们家的了 我不允许我们家的钱被外人保管 再说了 平时花你一点钱又怎么了 我们花我们自己家里的钱 你怎么就想不通呢 婆婆 以前我真的不明白 现在我明白了 你们家套着我的工资卡生活 而牛仔的工资 没有用家庭日常开支的一分钱 而你也用牛仔的工资来帮助小叔子一家人 最后却还对我说三到四的 之前我这样做却还吃力不讨好 现在这样做多好啊 日常生活费用可以分开账单 弄得明明白白的 小丽 我绝对不会允许你这么做的 你这个婆妇嫁到我们家已经三年了 你所有的钱都是我们家的 你竟然敢用我家的钱来补贴你娘家 我看这日子你是不是不想过了 婆婆 我没有贴不我娘家 我只是把工资卡交给我妈保管 这和你儿子做的一样 你倒是说说我做的有什么不对呢 小丽 你没把工资卡交给我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那以后我家里的一切日常生活开销 都得算到你的头上呀 而你为什么把你的工资卡给你妈妈 这是我们家的钱 你现在就去把工资卡拿回来 不然等我儿子出差回来 我就让我儿子回家收拾你 婆婆 那你现在就叫牛仔回家来收拾我吧 我倒要看看你的宝贝儿子会怎么做 他到底是支持你还是支持我呢 你们一家人都是一群厚颜无耻的人 吃我的喝我的还叫儿媳妇养你们 脸皮真厚 小丽 看来这日子你是不想过了 如果你不想过这样的生活 就回你娘家去吧 我让我儿子跟你离婚 好吧 就算离婚我也不会把工资卡给你的 说完小丽 转身就回娘家去了 老公 我给你最后一天时间 快让你妈把欠我的五十万还回来 不然我就起诉她了 老婆 你别着急 五十万又不是小钱 我妈肯定需要准备啊 要准备到什么时候 从我妈住院检查到现在都两个月了 医生说不能再拖了 我能不着急吗 当初借钱的时候说一年就还 结果三年都没有还 要不是我妈做手术 我也不会催她还 可我这都催两个月了 到现在一分钱都没见到 今天是最后通牒 不给钱我就起诉 老婆 你千万不可以起诉 我现在就回家跟我妈说 妈 你欠我老婆的钱什么时候还 我丈母娘在医院等着做手术 五个月前就跟你说了 你怎么到现在一分钱都没有凑出来 那个钱我就没有准备 还让你丈母娘挺一下 谁生病了不难受 挺挺就过去了 还做什么手术啊 妈你开什么玩笑 那手术是必须要做的 不然我丈母娘随时会没命 那我这一分钱都没有 我当时说老家重地需要钱 那都是骗她的 实际上那钱给你弟买房子了 妈你没搞错吧 现在可是人命关签的时候啊 当时你哭着求证 让小丽给你借钱 小丽实在可怜你才给你借的 原来全是你在演戏 那我有什么办法 你弟弟结婚需要房子 我手上一分钱都没有 只有从你老婆娘家借 现在借来的钱都买房子用了 没有钱给他母亲做手术 儿子你就别管他家的事了 他妈做不做手术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哥 妈说的对 不要去管他们家的闲事 那五十万都给我买房子了 我马上就要结婚了 还有好多事需要忙 你也已经看望过病人了 咱们现在就回去吧 你在说什么呀 那是小丽的母亲 她这次要是不做手术 很有可能人就没了 你和妈怎么样 也得凑点钱出来啊 既然你把钱给我弟买房子了 那就让我弟拿钱出来 我丈母娘要做两个手术 第一个手术 只用凑出来二十万就行了 可我一分钱都不会凑的 自己都不够花 哪有钱给他妈妈做手术 儿子 你是不是傻呀 他母亲是心脏上的手术 哪怕手术成功了以后 都需要人照顾 是你去照顾还是小丽照顾 他母亲简直就是个累赘 拖累得我们一家人都生活 他妈妈都那么大岁数了 花那么多钱做手术干什么 这个钱我是绝对不会拿的 这时小丽就在一旁 把所有的事都听到了 婆婆 你的心简直比锅底都要黑 我妈是怎么惹到你了 你天天亲家长亲家短的 到了我妈要做手术的关键时刻 你却见死不救 你妈那么大年纪了 还有什么好救的 尤其是手术费那么多钱 你妈要是稍微懂点事 就应该放弃治疗 把钱留给年轻人花 现在挣钱多不容易 那五十万本来 就是我母亲的钱 我母亲用自己的钱做手术 都不行了吗 什么你母亲的钱 你妈就你一个女儿 她去世以后 她的钱不都是你的吗 你又嫁给我儿子了 你的钱也就是我儿子的钱 这个钱留在这 能做多少有意义的事 为什么要扔在手术台上 你居然一点道理都不讲 这五十万 你是不是不打算还了 你真以为我拿你没办法吗 你要有办法 你不是早就用了吗 我就明确的告诉你 我就是不打算还了 你拿钱给你妈做手术 那真是把这五十万浪费了 别说我没钱 就算我有钱 我也不会还的 可恶的老太婆 你等着我找律师起诉你 哎呦 我好害怕呀 你随便去起诉吧 我就说是我儿子借给我的钱 和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到时候这件事就是不了咬之 小丽没有再理会婆婆 转身就走 几天后 婆婆和小叔子同时被起诉 你这个恶儿媳竟然真的敢起诉我 还把你小叔子一起起诉了 你赶紧撤诉 不然我饶不了你 你饶不了谁 你还有脸说我 当初借钱的时候 你在我面前哭了三天 我心软 回娘家给你借钱 谁知道这都是你的套路 幸好当初借钱的凭据都在 如今你不还钱 就等着吃官司吧 那你起诉我一个人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起诉你小叔子 你小叔子要结婚了 你不知道吗 我起诉你干什么 你不是说了吗 你手上一分钱都没有 你全身上下最值钱的 就是那副假牙了 但小叔子不一样 小叔子有一套房子 而且你最关心的就是小叔子 有你这么当嫂子的吗 你要是耽误了你小叔子的婚事 你就是我们全家的罪人 你做事能不能考虑后果 幼稚的和孩子一样 你以为这是过家家吗 嫂子 我妈日日夜夜盼着我结婚 盼着抱孙子 你能体会一个老人的心吗 我的婚事要真被你搅和黄了 你就是我们全家的罪人 以后在我们家的日子别想好过 我还在乎是不是罪人吗 就算我是全家的罪人又怎么样 现在不是你们饶不了我 如果我母亲有个好歹 是我饶不了你们 你可以先不用考虑结婚的事了 因为我起诉让你们还钱 但是你们又没有钱 那我只能起诉要回房子 或者是把房子卖了给我还钱 不可能 你要是把房子要回去了 她的婚事也就黄了 女方同意结婚 就是因为她有一套房子 这套房子绝对不能动 你说不能动就不能动了 你以为你是皇太后吗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她的房子是用我母亲的养老钱买的 现在我收回她的房子 合情合理 你不就是想要钱给你妈做手术吗 我同意给你还钱 只要你不动我儿子的房子 我想办法给你筹钱 你现在就撤诉吧 你哪来的钱 多久可以准备好这些钱 撤诉先不着急 你把钱给我 我自然会撤诉的 我已经老了 就算去打工都没人要 你小叔子一个月工资四千 我让他一个月给你还两千 你看可以吗 你是不是把我当傻瓜 我妈在医院等着手术 等你把钱还完 都猴年满月了 我妈早就不在了 再说了 以我对你的了解 等我一撤诉 你就不让小叔子还钱了 我也懒得和你再说了 你就等着小叔子房子被拍卖吧 不行呀 你不能卖我小儿子的房子 我到时就在小儿子的房子里 我看谁敢卖他的房子 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 要是你这招有用的话 那拍卖行早就倒闭了 你可以试试 你看有没有人惯着你 嫂子不要卖我的房子 我求求你了 我房子没了 我女朋友就不和我结婚了 她会和我分手的 我再找对象 结婚就不知道到什么时候了 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母亲的死活都和你没关系 你结不结婚又关我什么事 宁柴石座庙不毁一桩婚 何况你还是我的亲嫂子 你母亲的手术再想想其他办法 人是活的 办法总比困难多 那你结婚再想想其他办法 为什么一定要房子呢 懒得再和你废话了 半个月后 小叔子房子被拍卖 小丽拿回了母亲的钱 母亲顺利完成手术 就在这时 婆婆却突然晕倒住院 小丽 我是心脏血管堵塞 要做心脏搭桥手术 你那里还有钱 你就救我 婆婆 你都那么大岁数了 为什么还要花钱做手术 挺一挺就过去了 千万不要做手术 稍微懂点是可以吗 把钱留给年轻人花 这是你的原话 现在我还给你 不行啊 我想要活着 我还要看你小叔子结婚 我还要抱孙子 接下来小丽会不会拿钱 给婆婆治病 下集更精彩 上集说到 媳妇的母亲重病 婆婆借死不救 现在婆婆要动手术 却想让儿媳妇拿钱出来 儿媳妇求你救救我呀 手术费四十万 现在只有你能拿出来钱了 做梦吧 我这里有五十万 但就是一分也不给你 当初你拿着我母亲救命的钱 给你小儿子买房 欠钱不还 你还觉得是光荣的事 我没见过 你这样没脸没皮的人 如今你重病了 都是最有应得 我不落井下石都不错了 怎么可能拿钱出来 给你治病 我没有不给你母亲治病 当初我也在筹钱 因母亲病了 我也很着急的 你以为我都没有听到吗 当初你和你两个儿子 在医院走廊说话的时候 我就在后面躲着 你们的对话 我听得清清楚楚 儿子 你是不是傻呀 他母亲是心脏上的手术 哪怕手术成功了以后 都需要人照顾 是你去照顾 还是小丽照顾 他母亲简直就是个累赘 拖累的我们一家人都生活 他妈妈都那么大岁数了 花那么多钱做手术干什么 这个钱我是绝对不会拿的 你怎么能偷听我们说话 你也太不道德了 现在你不是已经拿到钱了吗 我小儿子的房子 也被你拍卖了 他女朋友也和他分手了 他们的婚事就这样黄了 我们家已经这么惨了 你还要怎么样呀 我没有要怎么样 你们家惨和我有什么关系 小叔子有今天的下场 也是因为你 谁让你借钱不还的 我只是拿回我的东西 嫂子 你不要这么狠心 现在是人命关天的时候 现在知道人命关天了 我妈当时做手术的时候 不是和你毫无关系吗 你还让你哥也不要管我们家的事 既然我家的事和你们毫无关系 现在你妈的病和我也毫无关系 我为什么要拿钱 我现在过来探望 也就跟看陌生人一样 嫂子 那你今天来是干什么的 你来这里是看我妈笑话的吗 我没有这种癖好 是你哥非让我过来 不然我连赖都不赖 现在探望过你妈了 我的义务就尽到了 我也该走了 你不能走 你就救我呀 你是我儿媳妇 你就必须救我 我想要活着 我还没看我小儿子结婚 我还没有抱上孙子 我的遗憾太多了 我不能就这样离开 你快拿钱给我做手术 婆婆 你年龄都那么大了 还做什么手术 花那么多钱 不是拖累年轻人吗 挺一挺就过去了 你稍微懂点事可以吗 这是你的原话 现在我送给你 我错了好吗 我是老糊涂了才会说那些话 俗话说 家有一宝如有一老 你就救我 但你不是宝 你是祸害还差不多 把你留下来 只会把这些家都拆散 也不用给我道歉 我不会原谅你的 要是所有错都能原谅 还要警察干什么 儿子 你快帮我说说话呀 当初我和你弟弟 对小丽不好 但是你一直在维护小丽 你说话他肯定听了 你快让小丽帮帮我 老婆 我希望你救救我妈 当初你也听到了 我从头至尾 一直都在帮你 现在我希望你也帮帮我 这么多手术费 我妈和我弟 真的拿不出来 你好意思说 你帮我了 你除了对你妈和你弟 说话严厉一点以外 有过真正的行动吗 你那样的帮助 有什么用 帮我妈解决问题了吗 我妈在病床上疼了一个月 你有管过吗 不是自己的妈 真是不知道心疼 当初我要起诉你妈 你还一直拦着我 我要是听你的我妈 现在人都没了 现在你还好意思找我要钱 你怎么翻脸不认人啊 在这个家里 我一直是站在你这边的 今天你有钱 却不拿出来 给我妈做手术 你让我以后怎么面对你 我们家人再不好 我也没有惹你吧 你没有必要 和我翻脸不认人吧 是我翻脸不认人吗 你知道当初我有多绝望吗 我妈在病床上 疼得来回翻滚 整日整夜的睡不着觉 我作为女儿心疼得不行 却又无可奈何 本来我妈她是有钱做手术的 她的钱却让我拿给你妈了 你知道我有多自责和愧疚吗 当初要不是你妈哭着问我借钱 你也给我吹耳边风 我是绝对不会把钱借给你母亲 你妈说的是重力需要 结果转手就把钱给你逼买房子 而后她就明说了 她根本就没有打算还钱 从一开始 她就打算从我这空手套白狼 请问她把我当一家人了吗 不但没有把我当一家人 反而连陌生人都不如 我妈在病床上受罪的时候 你母亲为自己小儿子结婚 沾沾自喜 她觉得小叔子能结婚 都是她的功劳 她觉得从我母亲这套来钱 她无比自豪 我母亲疼得流泪的时候 她盼着我妈赶紧去世 陌生人都没有这么坏吧 这简直是对待仇人才会这样 你问问你母亲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她对我做的这些事 你还指望我拿钱 给她做手术吗 我母亲再不好 她也是我母亲呀 为难我总不能靠我母亲没了吧 我母亲也差点没有 那时候你在哪 虽然我母亲现在手术成功 但她在手术前吃了一个月的苦 整个人都憔悴了 我当时心如刀绞 你知道吗 我到现在都不能原谅自己 没有经历过绝望的人 是不会明白我现在的感受 等你经历过绝望 你就会明白我的心 为什么这么冷了 小丽 我错了 今天听你说了这么多 我才知道我做的事有多坏 我现在诚恳地给你认错 求你原谅我 只要你肯救我 以后这家里我都听你的 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让我两个儿子一辈子都感谢你 老家伙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吗 你现在就是鳄鱼的眼泪 你到底有多坏 我是清清楚楚 根本不用在我面前演戏 老婆 你要真不给我妈拿钱做手术 恐怕我们也过不下去了 我会觉得我妈去世都是因为你 你真的要为了几十万 让我们的感情破碎 让我们的家庭破碎吗 你还真是会怪你要觉得 你妈去世是因为我 那就是因为我吧 我的态度很坚决 哪怕离婚我也不会拿钱的 就这样吧 我们好聚好散 说完小丽就离开了 婆婆没钱做手术 只能出院 被病痛折磨了一年 最终离世 儿媳妇 听说你现在生意做大的当老板了 你一定赚了很多钱吧 还行吧 你有什么事吗 我听说你刚刚买了一套价值三千万的豪宅 你们现在的日子过得这么好 妈真为你们感到高兴 妈从来没有住过这么好的房子 明天我就去你家养老 跟着你们享享福 我们一家人一起享受天伦之乐 如果你明天有空的话 就来车站接我 要是没空 你可以让你的全职司机来接我 婆婆 你最好别来我家 我记得你说过 无论我变成什么样都与你无关 这栋别墅是用我自己的钱买的 这与你儿子无关 更与你无关 你看你都那么多年的事了 你还提他干嘛 我儿子虽然没本事 但是你们两个是夫妻 财产也是共有的 怎么能没关系呢 这么多年 你儿子没有责任 没有担当 我一个人照顾孩子 既当爹又当妈 还要忙生意 我是怎么过来的 其中的辛酸 只有我自己知道 你们没有一个人帮我 甚至还落井下石 买房都是我自己出的钱 他的工资都给了你 所以我不会让你来我家住 如果你非要来我家住 我就要和你儿子离婚 我只是想在你家住一段时间 就因为这事 你还想和我儿子离婚吗 这也太大提小做了吧 我没想到你会对我有这么大的意见 我是你的婆婆 就算有什么不对 你也不应该记仇 我年纪大了 你作为我的儿媳妇 就应该给我赡养晚年 别以为你现在是大老板 就瞧不起我儿子 你还想找个年轻漂亮的小伙吗 婆婆 听听你说的什么话 这话你都说得出口 婆婆怎么能这么说儿媳妇呢 我要是想找 我当初就不会原谅他 只要你儿子对得起我 我也不会离开他 毕竟他是我女儿的父亲 但我劝你 如果你为你儿子好 你就不要来这里 以免影响我们夫妻关系 你还说我儿子是你女儿的父亲 他是你们家的一员 家里的一切东西 我儿子也有份 即使房子是你买的 那也应该有我儿子的一份 我去儿子家养老 是理所当然的事 你别用这种 理所当然的态度跟我说话 房子是我买的 你儿子没出一分钱 我们买房子的时候 我和你儿子也签了协议的 是具有法律效应的 这房子是我自己的 和你儿子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我当然有权利 拒绝你来我家 我不管你同不同意 我只知道你和我儿子是夫妻 你必须给我养老 你已经好几年 没有带孩子来看我们了 每次都是我儿子自己回来 你怎么能这样当儿媳妇呢 就不怕别人戳你的脊梁骨吗 就是戳脊梁骨 也是戳你的 当初可是你把我们娘俩赶走了 你还说这辈子 不准我们进你家的门 所以这一辈子 我都不会进你的家门的 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狠心啊 我只有一个儿子 如果我的晚年 你们不给我养老 那谁给我养老呢 我没有阻止你儿子给你养老 你儿子的工资 不是都交给你了吗 那不交养老吗 如果你老了不能动了 你儿子肯定会回去照顾你的 但这与我无关 我也没有义务给你养老 你也别在这里道德绑架我 更别说以老卖老 当初你不让我们娘俩进门 现在我也不让你进门 怎么你还不让我进去 我还不信了 这次我非得去 你不给我开门 我儿子会给我开门的 你看把你能耐的 有点钱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你再有本事 家里也是男人做主 我儿子一定会给我开门的 随你的便吧 只要你儿子给你开门 你就可以带着你儿子回去了 别以为我只是跟你开玩笑 你还以为我还是以前的我吗 让你欺负我 只要你敢来 我就敢跟你儿子离婚 不信你试试 说完 小丽就直接挂到了电话 婆婆又给儿子打去了电话 她添油加醋地把事情说了一遍 儿子无奈 只好再次去找妻子 老婆 你别生我妈的气了 看在我的份上 让她过来住吧 现在她的身体不好 作为儿子 我不能不管她 老公 你忘了你妈当年是怎么对我的吗 我帮你回忆回忆 我们结婚的时候 你妈一分钱都没有出 我爸妈给我买了一套房子 我自己还有一个店铺 结婚第二年 生了一个女儿 然后你妈就开始对我横挑鼻子数挑眼的 结婚第四年 由于我的失误 我的店被骗了一大笔钱 店铺无法继续营业 我还欠了银行钱 当时我向你妈借钱 你妈不肯给 我一生气就把房子卖了 把钱还上了 因为我是个穷光蛋 所以我带着女儿回你家的时候 你妈就坐在门口的凳子上 指着鼻子骂我 不让我们进去 说她没钱你信吗 她就是不愿意借给我钱 不让我们娘俩进门 还让你跟我离婚 我说的对不对 我知道我妈太过分了 因为她认为你欠了很多钱 我们家又没有钱 所以我妈才这么做 别告诉我她没钱 我们结婚的时候 她一分钱都没有出 你的工资都给了她 你说她没钱你信吗 她就是不愿意借给我钱 她永远把我当外人 你说一个外人 我为什么要让她过来住呢 我知道我妈对你很不好 但她也是我妈 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 虽然我有三个姐姐 但是家里只有我一个儿子 我还是要给她养老的 我没有阻止你给她养老 我只是不想让她住在我家里 房子是我出钱买的 我有做决定的权利 可以带着你妈去外面租房子住 你的工资都给她 我也不拦着你 或者等她老了不能动的时候 你也可以回老家照顾她 我们之前不是说好的吗 逢年过节的时候 你该回去就回去 这还不够吗 这不叫养老 不叫尽孝吗 她生了你养了你 你尽孝就行了 我没吃过她一厘米 凭什么要孝顺她 外面租房子这么贵 我们家里不是有很多房间吗 多她一个老人也不多 如果我带我妈出去租房子 要让村里的人知道了 肯定会笑话我妈的 现在害怕笑话了 当初她坐在门口 赶我走的时候 为什么不怕人嘲笑 这么多人为官 我一点尊严都没有了 别人不都是在看笑话吗 谁曾为我想过 谁能知道我内心的痛苦啊 你当时没有说一句话 你知道当时我对你有多失望吗 如果不是后来你跪着求我不离婚 你觉得你今天还会站在这里吗 当时你还向我保证 以后你家里的一切都与我无关 现在你要改变主意了 如果你变卦 那我们就离婚吧 小丽 你在说什么 为了这点小事 就离婚至于吗 你一个老板 怎么连这点度量都没有了 老年人在糊涂的时候犯错误 是很正常的 我们年轻人一代 也要学会理解 哪能记一辈子的仇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样 但我就是这样 如果你对我好 我就会加倍对你好 你对我不好 我双倍奉还 现在看我住大别墅了 就想跑来享受 这几年 我们在这个城市 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受了多少委屈 别人不知道 你不知道吗 我这么努力 才重新站起来 为什么要让一个 伤害我的人 过来享受我的劳动成果呢 你想一下 如果今天是你 你愿意吗 那你现在要我怎么办 当初我妈让我和你离婚 我没听她的 直接跑过来找你了 我已经伤了我妈的心了 如果我再不给她养老 她还要我这个儿子 有什么用呢 再说一次 我没有阻止 你给你妈养老 你们爱住哪住哪 就是不能带到我家 不管有多少房间 我都不喜欢让外人住进来 你妈说的是对的 而媳妇就是的外人 只要是外人了 关系就比较好处理 你过你的生活 我过我的生活 我们互不打扰就好了 我也不想在这里跟你吵 我最后再说一遍 你不准带你妈进我家 只要你带你妈过来 我们俩就立刻离婚 你净身出户 就这么简单 你可以想想该怎么做 你也知道我的脾气 我不会改变我的态度 老公看老婆态度这么坚决 也不敢多说什么了